2018第二届台湾国际双钢琴与联坛音乐大赛 儿童组的第一名的两位同学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请他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刘千宇 我现在就读师徒附中国中一年级 大家好,我是刘丽琪 我现在就读中正国小四年级 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两人是姐弟 那么我们等一下呢 来好好跟他们谈一下 关于这个姐弟两个人一起练习 四手联台有些什么乐趣 在练习时,我们可以从对方学习到不同的事物 像我可以从迪迪的身上学到音乐性 弟弟能够从我的身上学到不同的技术 所以我们能够在练习时得到一些乐趣 虽然弟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不过他有些时候讲话会有点凶 有点严格 可能是因为不耐烦 但是有一次我就被他弄哭 就哭着去找妈妈 说我不想要他当老师 可是虽然他哭一哭 但是他又回来弹的时候 却弹得比之前更好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情绪被发泄了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很开心能够一起练习 看起来弟弟刘丽琪 你在练习的时候好像有受到一些委屈 是不是 在练习的时候是有受到一些委屈 不过在比赛完后 如果有得到好连次 其实还是会很开心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都会有甘有苦 那么下面我们想请教一下你们 在练习的过程的时候 有些什么方法可以介绍给我们吗 我们会先分开练 等我们各自都练得很熟练之后 我们才会合起来练 然后因为要合得很好 所以就是我们会讨论 像是讨论要在什么时候呼吸啦 然后通常我们都是第一钢琴 再会cue第二钢琴 那个进来 然后我们会再有一些奇奏的乐段 或是比较难的乐段的时候 会先左手跟左手练 右手跟六手练 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再四只手一起练 我们这样分开练才能够把奇奏的部分练到整齐 才不会突然这样分开 谢谢你们这么宝贵的练习经验 难怪可以得第一名 下面呢我们请两位同学来跟我们聊聊 我们这个比赛有些什么特色呢 这个比赛跟其他比赛不一样 因为有战友可以互相鼓励 而且这个比赛的奖杯跟奖状都很漂亮 奖金也很多 而且这个比赛还可以弹给许多国外的老师听 场地还有钢琴的音色也都很漂亮 最重要的是比完之后妈妈还会带我们去吃大餐 看到两位姐弟的合作 不禁让我们想起来 在我们的海报跟简章上面 都有莫扎特跟他的姐姐合作的画面 想起来应该是很温馨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姐姐 关于他们参加比赛以后呢 有些什么收获或者有些什么感想 这个比赛让我增加了练琴的乐趣 不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弹钢琴 增加了欢乐的气氛 能够让我跟弟弟一起练习 经过了多次的 在国内多次的比赛之后 我们到日本的冰松去比赛 而且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爸爸妈妈也带我们去乐高乐园玩 看来是有很丰富的收获 是吗 好希望你们以后再接再厉 可以吗 下一次我们仍然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下一次可能已经是国中组了 是不是 好欢迎你们 然后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成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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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